全球暖化是全世界的当代课题 为永续发展 台湾于114年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将达到20% 在这能源转型的关键时代 离岸风力发电更是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港口正是离岸风电的主要基础 无论是水下基础 水上之塔桶 机舱或叶片 物流运输均离不开港口 台湾港务公司在国内管辖七大国际商港 代管两个国内商港 积极投入风电产业的破坏与布局 目前港务公司在离岸风电发展的四大发展主轴 分别是风机预组装基地 国产化专区 港勤运维 人才培训 风机预组装基地于台中港及安平港 提供风机组装码头 进口水下基础储转用地 台中港是距离风厂最近的国际商港 同时是离岸风力发电计划中 风机组装码头与工作船的靠帛母港 在国产化专区部分于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提供风电国产化制造专区 并成功招商各大风电制造业者进驻设厂 通过全台湾北中南港口的国产化基地搭配 台湾整个风电制造能力及供应链 从海面上的风机到海面下的基础都能够全面培养起来了 在港勤运维方面 每一座风机的运转情况 是衡量风厂开发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为此台湾港务公司在离岸风电运维服务方面 于台中港及布袋港设置运维基地提供开发商使用 离岸风电产业在地化的同时 人才也是需要在地化的重点项目 为了就近服务离岸风电相关作业人员 港务公司积极邀请国内外离岸风电相关业者成为合作伙伴 在台中港设置风能训练中心 引进国外风电训练的knowhow 成为我国第一个设立的风能训练中心 把knowhow留在台湾 为协助业者港口内运输物流 港务公司成立台湾港务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离岸风机零组件大部件路上吊装及运输作业等服务 台湾港务公司的发展策略与目标 除了现有港铺核心服务 期待借由多角化的模式 促进港铺资源有效利用 带动商港永续发展 并从离岸风电供应链角色 来了解开发商制造商需求 从地主港转型成经营港 其提供优质离岸风电港口基础设施 及离岸风电相关业务 共同为迈向绿能世界尽一份心力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